台东市汉阳北路今天上午发生一起 机车与汽车对撞的死亡车祸事故 骑士倒地后无呼吸心跳 一旁的路人以及汽车驾驶接替为骑士进行CPR 虽然一度恢复呼吸心跳 但在送往台东马街医院进行急救后 仍在中午11点左右宣告不至 车祸的现场机车零件散落一地 而路人不断地为倒地不起的骑士进行CPR 希望能够把握救援时间抢救骑士的性命 台东市汉阳北路与衡阳路的交叉口 近日上午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事故 据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 是一部机车仪式要左转 在闪过前方的一部轿车后 却与另外一部执行的轿车对撞 强大的撞击力道让机车车体半毁 而车祸发生后 18岁的机车骑士倒地不起 失去呼吸心跳 护撞的轿车驾驶立即对他进行CPR 而一旁路过的女子也加入了急救的行列 与汽车的驾驶轮流替骑士进行CPR 这人身总控是怎样 我要回车 我现在坐在我后面 我坐在我后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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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坐在我后面 你坐在我后面 我坐在我后面 好 你跟侄子的靠我什么时候都没坐 所以你要说往哪边坐 往这边这样啊 你看我这车都在线上啊 好 他在那边坐在我后面 他往哪里出来啊 我不知道 我就穿人家就捧 就应该是对象这样子 他只要抓我 我也不知道耶 虽然在众人的努力之下 救护车抵达现场后 骑士对光源已有反应 而救护人员赶紧将骑士送往一月治疗 但经过一番抢救后 人在中午11点左右宣告不治 至于整起的车祸事故以及责任归属 则有带警方做进一步的厘清 记者 陈济玲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换